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德国 参与慕尼黑安全会议 根据美国国务院消息 布林肯在慕尼黑时间星期五 跟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 这是美中高层不到一个月再次交流 譬如是稀土的出口 譬如是晶片的入口 反之中中 我认为中美继续会谈 但是对于双方的国家安全 仍然是比较敏感的领域 以眼前的气氛 和华夫北京互相的程度来说 我认为有所突破的机会是并大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除了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 也将访问西班牙法国 并在法国举行中法战略对话 但是就在慕尼黑会议上 美国FBI公开批评 中国跟俄罗斯的网络攻击 同时挪威的情报机构发布年度报告 也点名中国情报活动 在欧洲各地活动 西方正面临更危险的安全局势 因为中国俄罗斯伊朗支持的 哈马斯等激进组织 企图削弱西方影响力 建立不以民主自由价值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不止挪威 秦前已有美国 菲律宾 德国 英国等情报部门 都陆续示警 中国大陆的骇客 间谍活动 致意猖獗 TVBS熊庄网陈英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